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 这样看中国 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 这样看中国节目除了在央广频道播出之外 也可以透过央广的官网或者是Podcast平台来收听 今天我们节目要谈的一个主题是 马英九4月1号要二度访中 目前也是等于是造成台湾国内两边的一个政治攻防 非常的热烈 中国这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排 跟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我们今天很高兴来邀请到两位来宾 来跟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读跟分析 第一位是董思琪 董老师 大家好 第二位是钟志东 钟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 大家好 OK 好 我们看一下马英九 马英九这个去年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今年4月1号去中国做相关的一个访问 要去的几个大城市 就包括广州 陕西 北京 这几个大的一个地方 省份跟一级城市 要去做相关的一个活动跟安排 其实重点会变成说 马英九这一次因为上一次去年去没有见到习近平 那这一次听说有要再安排 等于是两边有这个默契或说相关的讯息有放出来 可能会在北京的时候也许会见到习近平 那就是马英九在继新加坡那次习马会之后 那这一次要在第二度的做一个会面 他们讲是讲说希望有机会来跟老朋友见见面 那老朋友应该指的就是很重要的老朋友 那大概就是所谓的习近平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大家其实就很多解读了 就是说包括这个时间点 时间点呢 马英九其实会抓这个时间点 通常他有他的讲法 就是说也是亲民的时间 回去这个扫扫墓 或者说相关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中国这边有皇帝 祭林的一个仪式啊 一个动作等等 就趁这个机会就前往中国去访问 那当然他这一次也是跟去年一样 带了很多所谓的年轻人 那有去做一些年轻人的一个交流跟互动 除了这样之外 很多人就在讲说 那个时间点 因为刚好台湾的新的总统520要就职 赖清德 这边等于是会不会有一个比较 有人说是别喵头啦 或者说下马威啦 或者是去中国 这个做球给中国来杀等等 很多种讲法都有 这个部分其实现在台湾内部 已经也是朝野就有针对这个部分草翻天 蓝的有蓝的一个立场 绿也有利的一个立场等等 那就是说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的办公室 主任就这个肖续成 他自己出来讲话 有讲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 就是讲说 因为马英九去中国 那这边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 在接受那个立委咨询的时候 有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希望有机会的话 马英九能够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前 主张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这个好像在台湾毫无疑问 或说在全世界也都是可以这样讲 大家也都从来也不会去挑战 也觉得理所当然 又是一个事实的一个描述 但是呢 在这个当下 这个肖续成 马英九基金会的办公室的 那个肖续成 居然对这句话很有意见 他就讲说这个 这句话就是台独 是台独吗 这个大家解读吗 那其实它是一个寄存的一个事实 然后更进一步呢 肖续成他们办公室 后来发了一个声明 他声明里面还批判这个 陈建仁的言论是台独主张 所以违反了中华民国的一个宪法 所以马英九绝对不会去 传达民进党的一个 台独的一个主张 他等于是把这句话扣成 是一个台独 然后他还进一步衍生 台湾不是国家 属于中国 中国呢 后面就刮扶了一个中华民国 的一部分 这个讲这句话 其实我在这边也是很直白的讲 就是说 以我们在台湾 对台湾老百姓或政治 或各方面的一个了解 乃至于我们提出一个 比较客观的一些数据 根据以往的很多的一些 不同阵营 不同媒体 各方各领域 不同智库的一个民调 拿出来看的话 把这个台湾不是国家 而且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这句话的话 来定义的话 我觉得如果肖续成的意思 当然他绝对是代表 马英九的意思 肖续成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话 那他们在这个台湾内部来讲的话 这个意见绝对不是主流 那个我们那时候 我们看一个客观的一个数据的话 民调来看 很多大概七成到八成 甚至更高 有时候台湾很多人的一个 做出来的一个民调 都自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而且台湾跟中国 不是属于同一个国家 有很多的认定 是这样子的一个认定 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一个很吊诡 或者说一个很敏感的一个现象 说时间点这样子 你出访再急 那你突然就抛出这么一个 麻辣跟呛辣的一段话来 有人就解读说 那你这个是不是 马上人还没过去 就先跟这个中国 中共或者说习近平这边 去说下跪也好 或者说田共也好 有这种讲法 那当然他们马英九这边 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他们讲了一些话 像这个孝续成 就接受这个电台主持人 黄伟翰访问的时候 讲说 马英九这一次访中国 不论是见到任何人 都会希望传达台湾人的心声 台湾人的心声是什么 然后台湾人 台湾民众希望两岸要和平 要交流 不要恶言向下 两岸要能平稳的走下去 然后回到和平发展 还荣时期的一个状态 不要发生战争 我这边也直白的讲 萧续成这段话 讲了一点都没错 这一定也是 是台湾人的一个心声没错 但是他讲的部分 就是一个部分而已 就是局限在他们 整个是台湾民意的一个部分 还有台湾 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延伸 台湾人还有更多的一个想法 或更多的一种主张 他们能不能讲 就是说马英九能不能讲 不见得是要像陈建仁讲的说 要去习近平面前讲说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但是他也可以讲 以目前的一个状况 台湾人是不可能接受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土制 这句话很客观 也非常的一个接近事实 就是完全是一个事实的一句话 但是马英九或者说肖旭成他们 不会去讲这样的一个话 他很多话就整个面 我们讲说一个球好了 一个立方体 他只讲了某一个面向 其他有更多面向的部分 比如说台湾对这个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统治 一个维权统治 一个专制的一个政权的一个 腐败政权的一个统治 是害怕 是畏惧的 是不愿意的 那这些话他讲不出来 他也不去讲这样的一个话 然后你就好像一副高高兴兴的 就非常快乐的要去中国 这到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跟一个解读吗 马英九这一趟这个中国行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看 那是不是请董老师 你先帮我们做一个分析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那到清明时节的时候 大家都会想到是说 姚记之前的祖先 然后同时去再想想看 自己家族和自己的过去 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 结果我们的前总统 那大家要注意 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选出来的总统 是中华民国选出来的总统 那同时是由在台湾的 2300万 2350万 因为以前人更多一点点 选出来的这个总统 那这个时间点 他所想到的是那一个 数千年前的所谓的皇帝 那据这个媒体的统计 和报道 马前总统在他任内 六度摇记这个皇帝灵 显示出他有所谓的 圣中追缘的这个想法 那同时表达出来 他心之所向 就是认为他是所谓的 炎黄子孙 但事实上 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这种选择 我想这个大家当然是尊重 但是站在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站在台湾的人民的想法来讲的话 那个皇帝是上古的神话传说 那跟我们的日常生活 其实已经隔得非常非常的远 然后去这个拜皇帝灵 那顺便来看现在的皇帝 习皇帝 这件事情呢 更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马前总统呢 他是由台湾的人民 透过民主选举所选择出来的 这个总统 而过去呢 在他任内 他也是选到了两次代表 当时台湾民众 也是非常非常的信任 他的路线 但是在他的任期的最后啊 因为要推动 所谓两岸的服贸协议 黑箱的服贸协议 那同时呢 让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呢 是不是要把中国的资金 和中国的人 无声无息的 移到台湾来 引发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不安感之后呢 导致了国民党到现在 连续这三次的总统选举 就失利嘛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可以让大家很明确的感受到 台湾人民的想法 跟马前总统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马前总统呢 作为一个个人 那他想要去怎么样 去做他的过去的缅怀呀 或者说要去怎么样 去跟他的祖先有什么连结啊 那我们当然是要予以尊重 但是必须要很明确的 知道一点 要认识到一点 就是现在的马前总统 他绝对无法代表台湾的民意 而更重要一点是 我们观察到啊 这个马前总统啊 在结束了他的任期之后呢 频频的好像对于这个过去的时光 还有所留恋哦 那常常在关键的时间点呢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啊 那特别是在这一个 我们今年的这个选举里面 一月的时候甚至还说出 要我们相信习近平这件事情 对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元首是说 哦 我一定敢相信习近平啊 但是呢 我想我们的马前总统 做出了一个非常 呃 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 这个事件是在大选之前 没错没错 蛮久接受国外的媒体的 一个访问讲出来的 是 那讲出来这句话呢 连国民党他们自己都在切割 是没有错 所以可见的说 他其实是离这个台湾的主流名义 是非常非常远哦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 就是说 对于这个马前总统来讲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呢 来去这个中国呢 当然呢 就是 当然是亦有所指在520之前哦 那希望能够做一些定调啊 不要让这个过去 包括这个中国共产党所认证的 所谓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将来变成台湾的总统的这个 赖清德总统啊 那希望呢 让他的这个声势啊 能够受到一些影响 那同时呢 也不断的还在诉诸一个 像刚刚有提到说 两岸要和平哦 那言下之意 好像是现在台湾人民的选择 是不和平哦 那完全就是颠倒是非 而且更重要一点是 罔顾现在台湾的主流的民意 更重要一点是 这是对于中共政权的错误认识 还对于中共政权啊 有所期待的这件事情 就显示出来 这个马前总统 他现在的政治判断呢 是错误 而且同时是跟台湾的主流的 一般的人的想法 是完全不同的 那更重要一点是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现在不能说是内忧外患 但是经济的不振啊 从基层到高层 全部都有事情啊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没有什么很好的这个 对台的一个工作的这个成果啊 那这个时间点呢 有一个人来自投罗网 这个马前总的这样过去 让习近平国家主席也有所交代啊 那我想可能某种程度来讲 是一个就是说已经退休的政客 然后他想要取暖 然后加上一个现在需要对外呢 好像有一点声量的 威权独裁国家的这一个领导人 两个人一拍即合 然后所以接下来可能会上演这一场 所谓的老朋友再见的戏嘛 OK老朋友再见会演出什么样的戏嘛 我们下一个阶段也可以继续来请这个钟老师来做分析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我是2020-0203 at 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Podcast平台 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请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 我们刚刚董事齐老师有讲到 马英九目前的一个主张跟言论 乃至于他的行动 好像似乎是这个 除了不是台湾的一个主流以外 似乎也是对中共政权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 那除了对中共的一个错误认知之外 其实我们更担心的是说 那马英九因为他贵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前总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那即便后来因为民调这个支持度就已经降到10%以内 非常的一个低 也不见得是跟台湾主流民意站在一起的时候 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头衔 然后又等于是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表述 跟台湾主流民意不同的表述 那会不会是还有一个造成一个另外一种危机 就是这个讯息 他讲话他的言行他的行动也会传达出给中共政权 或中共领导人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 就错误的一个讯息 让他们认为台湾人应该是这样子 就多数是认同他们的 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错误讯息的一个输入 然后让他们要再做两岸 到底应该怎么去做一些互动的时候 做出更离谱或更错误的一种措施 更判断出来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我想刚才董老师很清楚的把国内 从台湾内部的一个角度 然后来分析 那我现在想要从外部的这个因素 首先就是从像主持人讲的 这个会不会造成那种中共错误的这个认知啊 我现在就讲说 其实我们在学术研究的时候 就是独裁政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这种独裁者的陷阱 独裁者的陷阱 它最主要的论述 就是在于决策者 有权力做决策的那个独裁者 他的讯息有限 甚至于他的资讯错误之下 他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譬如说这个有人过去让他觉得 台湾现在是都是支持赞成统一的 这种会强化 而他下面内部的人 一定也都不太愿意把现在台湾 实际上面的这个状况 真实的这个状况 让所谓北京领导 或让习近平来知道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会产生一种 就我刚才讲的 这种所谓的这种独裁者的一个陷阱 他这种在错误的认知 跟错误的这个讯息之下 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是想说这是第一个 从中国内部上面来讲 因为其实现在在习近平整个 一统江湖之后 那其实现在 这也会让他更危险 因为以前假如是 所谓像那种集体领导的话 还有这种所谓check and balance 至少在内部是可以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有充分的一个讨论 那现在完全是习近平全刚独断 那全刚独断的状况之下 所以在这时候 他个人的一个认知跟判断就会很重要 那怎么样让他能够真正 来了解台湾实际的民意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我想这也是 台湾的不管是政治人物 还是各界应该有机会 应该就是要让习近平 真正能够了解台湾人的民意 就像最早之前 那个江泽民不是讲吗 主要争取台湾人的心 对 那你说这时候 你假如没有办法了解台湾真正的 这个民意的话 你怎么争取台湾人民的心呢 那先从这个中国的部分 我们大概来看 特别是强调习近平 他的一个在认知判断上面 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我真的 就是实在是很受不了 不只是国内 包含在国际社会一样 动不动就给人家扣台独的帽子 那什么叫做台独 你先讲清楚吗 我坦白讲 我们台湾的主流民意啊 是所谓大家都知道维持现况 维持现况就是不被中国对岸统一嘛 那对老共来讲 你只要不赞成统一的 你全部都是台独 所以他现在他之前的发布的 这个所谓对台白皮书里面 他也说美国是台独 现在美国政府在搞台独 那所以我就说 这时候真的不要随便 给人家扣帽子说台独 因为你这样扣的帽子 结果台独可能就变成 台湾的绝大多数 因为支持统一的 可能不到10% 甚至于是这样 所以我说第一个 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台独 我觉得这样子不好 这不利于这个国内的 所谓的这个团结也跟事实不符 还有另外一个 所谓的一中原则 强调的所谓的这个一中原则 那所谓的一中原则 现在大家都知道 美国现在提到 所谓的一中政策 跟中国一中原则的不同 当然这根本上就是有关 对台湾主权归属的一个问题 那姑且不要讲 台湾主权归属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 这大家有不同的解读 不管这个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 美国的一中政策 跟中国一中原则的相同的地方是 全世界就只有一个中国 那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叫做中华民国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去那边提说 我们是一个中国 又似乎又回到以前老蒋 那个时候在国际社会跟中国 这种竞争所谓的中国的代表权 这已经是过去式的一个事情了 所以在这时候我说 在谈论所谓的一个中国的 这种代表权的时候 当我们不断强调 我们自己代表之所以 那一个中国的话 我想这是违反 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认知 可是你假如讲到台湾 主权的归属的话 就不一样了 实际上美国的一中政策 以及其实不止美国的一中政策 像中国他自己讲说 全世界联合国里面 绝大多数都是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这其实这是 就像共产党讲一些 这是与事实不符的话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倾加坡的学者 做研究调查 就是在联合国里面 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 是提所谓的一中政策 是不同于中国的 内涵是不同的 当然这关键是说 一个中国没问题 全世界现在就只有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就叫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对于台湾 是不是归属这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这个中国 我想这个是 他们就是持保留的一个态度 至少不承认 不等号 不等同于这个所谓 简单的讲台湾 是不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是他们是不表态 甚至于就是反对的一个态度的 那这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不能够让台湾问题 变成中国的内政的问题 当台湾的问题 变成在一个所谓的 一个中国的原则 你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 当台湾变成所谓的中国内政问题 台海变成中国所谓的内海的时候 这时候国际社会要来涉入台海 将来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没有立场 因为你承认那是中国内政的一个问题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会陷台湾处于最大的一个战略上面的不利 就是国际的鼓励 到时候你发生事情 人家名不正言不顺来支持你 所以这也是美国现在 他不断的讲是我接受一个中国 但这个叫做一个中国的政策 有关台湾主权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不同意你中国的一个主张 他也不断的强调 甚至于强调 他的一中政策 跟中国的一中原则不同 这跟中国到处讲 现在全世界觉得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绝对不能够让台海问题 台湾的问题变成中国的内政的问题 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在这时候谈到国家主权 特别是我们国家叫做中华民国 我相信这也是马前总统所同意的 那你在那边为什么不去强调 我们所谓中华民国的一个存在 反而去强调在国际社会上面来讲 很有争议 甚至于在国内也有争议 有关台湾主权归属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或许 我想他假如能够在对岸 能够讲出中华民国 这个所谓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要讲说台湾还是 因为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 可是起码强调中华民国 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想大家可能对他的看法 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看法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让他们很清楚的 一个认知到就是说 这个台湾的一个主流民意 不是目前就是说像这个马英九 或者说他们那个马伴 所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主权 那当然现在还有一种解读 就可能比较背后的一个 阴谋论的一个讲法 是不是也有人认为说 让马英九这个时间点去一下中国 拜一下也没关系 拜也是他个人去拜 那也不是代表全部台湾人民的一个意愿 或者说所谓的他所自己认同的一个 中华民国的一个国民国家的一个意愿 说因为中共对台湾一直这样的 不断的一个文攻武嚇 然后可能战争论的一个部分 大家各放各界也都在不断的在讲 那这个时间点感觉又两边又政府 官方又没有正式的一个往来 那让马英九去走一走动一动 是不是也可以稍微抒压一下 有一点那个 好像听起来像是要吃鸡肉 要输肥一下 放一下 比较好吃的样子 那抒压一下就是把整个压力稍微宣泄一下 那这压力包括台湾内部的一个压力 另外一个也是中共习近平那边的一个压力 那他可以对内来讲说 你看台湾还是有跟我们统一阵线的人 站在统一边的人 所以比较不会说为了这个面子也好 或者说什么历史定位也好 其实最可怕就是想为了想讲到那个历史定位 如果习近平也要历史定位 马英九也要历史定位 那把两边把它搞在一起的话 那不择手段的话 那这个才是最可怕 最恐怖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这个顺者刚刚主持人和这个 这种大哥所说的 那我觉得这个逻辑里面 其实我们应该要很明确要知道的一点 就是说当马英九避而不谈台湾 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 事实上他心中还是抱持着台湾是问题 就认为说台湾问题 所以说台湾是个问题 所以必须要在某个框架里面来解决 但事实上现在时代已经变成是大家认为问题是中国 现在只有中国问题没有台湾问题 那为什么这个时间点 马英九前总统去不是很恰当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在现行的政治渠道之下的话 其实国民党早就有这个副主席已经有过去了 去的相当频繁 对相当频繁 然后另外一点是说 还有许多的这个官方的管道还有待能够再持续 那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不是一个适当的时间点 同时更重要一点就是刚刚所提到释放出一个错误的信息 那仿佛台湾才是个问题 仿佛在过去所说的一中个表 这个只剩下一中没有没得个表 因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个表的空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自我设限 那我觉得这其实对于两岸来讲不见得是那么的健康 要补充一点 我觉得因为其实讲到和平 和平跟交流 我想这个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 那这也让我想到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所以我们大家讲的绥靖主义 当英国的这个张伯伦 他面对希特勒的 明明知道希特勒的扩张主义的时候 他还去慕尼黑会议 然后去接受希特勒的一个条件 那结果事实上明证 他也是以和平之名 那可是实际上面来讲 和平只不过是变成侵略者的一个手段 他不是他的目的 他以所谓的这个和平 然后来麻痹 这种所谓放租皆准的这种标准 然后来麻痹对手 然后来掩护他所谓的这种扩张主义 我想这大家当听到这个以和平为名的时候 或许不妨思考一下 在二战之前血淋淋的历史 在面对侵略者以和平之名的时候 做这种所谓的扩张跟侵略的事实 总结一句话 中国共产党不可信 非常高兴两位的一个分享 以上是我们今天 这样看中国节目 张正宁时间 节目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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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